正所谓牙痛不是病 疼起来要人命 牙痛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了 一个鸡蛋就能轻松搞定 把鸡蛋连壳重洗干净 这样可以防止鸡蛋上面的细菌进入到碗里面 再把鸡蛋刻进碗中 把里面的蛋清倒入碗里 蛋黄用来炒菜 接着加一点高度白酒 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打的时候要像平时咱们打蛋清 做蛋糕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搅打五分钟 直到蛋清表面出现了丰富的泡沫为止 像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盛入嘴里面 含在嘴里不要咽下去 非常的管用哦 学会了记得点个赞哦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观看更多视频